欢迎您收看一年一度的冬奥算播大会 还点头 要知道牛博士也是经历百战不胜的老前辈了 这次对于老罗也是寄予厚望 我们来看第一个动作 鸭肠跳水 空中旋转两圈半 可惜啊 应该是手花太大 可以多高分了 我们看到仰富的牛博士很激动了 应该是在鼓励了 不要害怕有重来的勇气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太突然了 丝毫没有让鸭肠做好一个入水的心理准备 成绩不尽人意 也是意料之中了 第二个动作我们拭目以待 可以看出因为第一棒的失误 导致老罗第二个动作有心理压力 漂亮 果断出手 毛堵下锅 五 六 七 八 成功了 标准的七上八下 看看占降了的动作 完雷 这时候裁判哨响 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抢锅了 这是比较少见的犯规手法了 你什么意思 老罗没看你七上八下的毛线 有一点可惜 本来可以一马当先的 最后一项 我建议是死马当活马一了 直接喊裁判抢单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加分项 唯有靠一个高难度 才能半平比分 刺激 现在这种务实的人 在社会已经是非常少见的了 让我不禁对老罗 Salute 我建议是死马当活马一了 好